大年初五过后 年轮渐渐消退 随着一车材料爆火 陆珊盒在此满了起 看到陆珊盒一大包一大包东西的人 家里面的生物好奇 珊盒这又是啥 这可是好东西 好东西干啥用的 做鞍唇饲料用的呀 好难闻 你确定这东西鞍唇吃了不会出问题 这你就外行了 这是豆婆 鞍唇要想长得快 必须得补充蛋白质才行 而豆婆不可活缺 这东西也是我好不容易联系到这么多的货的 现在饲料才算是正式开始制作了 货卸完之后 陆珊盒又给汽车师傅拿了两盒烟 又递了五块钱 师傅本来态度并不好 看到陆珊盒如此大气 喜笑颜开 这都不好意思 大过年的还送过来 不得表示表示吗 而且以后咱打交道的时间还长着呢 也是上面分配的 不敢当不敢当 其实你真要豆婆 我还知道一个炼油作坊 他们都是卖给附近的村子 你要是要呢 我也可以帮你联系联系 那感情好 不过质量的过关才行 不能搜了 坏了 我给你写个方子 只要他们的豆婆能做到标准 有多少 我要多少 陆珊盒写好要求和保存方法 司机急忙接过去 看来兄弟是行家 那行 你等我信 看到眼前的机器 李二牛和杨洪涛等人满脸疑惑 啥时候弄来的 年前就来了 我告诉你们操作流程 一会儿可别错了 任何环节不对 出来的都不行 几个人把摸好的玉米粉 豆婆还有麦夫 按照陆珊盒说的比例搅拌好 然后加水后 陆珊盒这才启动了机器 随着机器运转 一个个颗粒从机器口吐了出来 看着盘子里一个个均匀的小颗粒 几个人直接惊呆了 而沈薇看着眼前 这个机器一时间更是充满了好奇 怎么做到的 居然捏得一样大 当然是机器压的了 好了 稍微凉一凉 温度低了 就可以装袋了 山河就会弄这些花里胡哨的 其实直接办好了 喂是一样的 等你喂几天就知道了 直接搅拌的安纯 吃的时候一甩脑袋 甩的奶都是 以后为这个你再看看 浪费多少 你就知道我这机器是不是白给了 难道就因为做成颗粒 安纯就不甩脑袋了 我问你 安纯吃东西为什么甩脑袋 是因为习惯了吗 红涛 你说安纯为什么甩脑袋 因为他想喂 还能喂啥 那是因为你搅拌的玉米面和麦腹不均匀 安纯吃的时候 东西粘在了鼻孔上 他自然要甩脑袋 把粘的东西甩掉 你咋知道是因为这个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 安纯又没有手 原来如此 我以前还真没琢磨过 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安纯为什么要把玉米面刨开 吃里面的豆粕 对 因为你搅拌的不均匀 所以安纯就会找豆粕多的位置吃 这样就把玉米面甩的到处都是浪费了 而做成饲料颗粒 虽然不能阻止它们继续浪费 但是情况会好很多 原来这里有这么多门道 如果一只安纯节省十克粮食 一千只就是二十斤了 大学生算的就是快 切 你这是夸人呢 还是骂人呢 正说话间 何远方来了 看到路山河做好的饲料 急忙问多少钱一斤 何配的散装饲料一个价格 远方输来点 我今儿还真就是来买饲料的 你这东西被习惯了 才知道是真好用 就这样一直忙到正月十五 陆美琴早就回厂里上班了 而沈薇开学的日子也近了 沈薇给你买的 这是啥呀 商场里降价的被子和褥子 我看价格合适就多买了一套 你出门在外的 盖得好点 也给咱红星公社长脸 陆美琴说的大意凛然 说白了就是把沈薇当陆家媳妇了 不然红星公社出去的人多了 也不见他给别人买呢 不行 这可不能要 等你出息了 给我姐也买点礼物就行 就是 你可是大学生 出来后了不得 到时候我和别人说起 给你买过被子脸上也有光 你们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 有啥不好意思的 山河明天你就送沈薇去上学吧 我刚好请假了 要给小家和小川准备上学的东西 家里有什么事我也能帮着干 行了 就这么定了 毕竟东西多 一个女孩子也拿不了 看着自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沈薇感动之余 心里也暖暖的 哎 又回来了 怎么 不愿意啊 不愿意咱买车票回去 我就是感慨一下 又过了一个年而已 谁说要回去了 咋 你还想一下过哪年啊 有嘴滑舌 不理你了 逗你的 别搞得这么悲伤 别人看到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沈薇其实内心还是茫然的 陆山河的确是非常好的伴侣 可是乡村的那份宁静 和眼前欣欣向荣的城市 相比的那种撕裂感 让沈薇再次怀疑自己 到底要的是什么 哎 别不说话呀 真生气了 没有 就是在想一些事情而已 想什么 说来听听 你觉得农业大学有未来吗 感觉我学的东西 似乎没什么用呢 陆山河笑了 知识哪有没用的 只有用的时候没有的知识 哪有没有用的知识 而且农业实力国之本 什么时候都是有大用的 都有哪些大用啊 比如现在国家 进口化肥占比非常大 农业科学家就要想办法 自己研制 比如国内现有的种子 还是以农民自己留种为主 这就导致产量不稳定 以后种业也得发展 等以后 粮食产量上去了 大家吃饱了 肯定要吃些好的 比如什么瓜果蔬菜呀 都要改良 听你这么说 我忽然感觉 自己肩上的担子好重 所以说 努力学习呀同学 祖国人民吃不吃的饱饭 就靠你们了 贫嘴 对了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感觉你读了好多书 看事情好全面 新闻联播里都有讲了 你不也看了 沈维一浪 感觉似乎是听过 可是那直言片语 能听出什么来 好吧 原来你看电视那么认真 对呀 国家大方向 必须得掌握才行 你多看看新闻联播 就知道国家的大方向了 不知不觉来到了宿舍楼下 沈维和路山河道别 我得打扫卫生什么的 等同学们来 你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行保重